清除我想应该简单 清除的话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前面写蛮多的 然后怎么样呢 b 栏 c 栏 d 栏 e 栏 全部都清空 那就是给什么给空置串就可以了 所以呢如果写完之后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基本上写完之后 大概可以写写完大概就这样 我们把这个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前面写蛮多的 然后呢把b 栏的资料 给空的 有没有空的就是这样子 两个双引号 意识就清空 c 栏 d 栏 e 全部都清空 意思就是说我把它删除掉的意思 那再来如果说我希望能够丢出什么 公式就像类似像什么 像那个 这个直接输出的话 那其实 虽然看起来是整个一下子全部做出来 但实际上我是什么 一个一个的丢公式 那也就是说呢 假如原来写好的东西 其实我可以不需要变动 当然你另外也可以用录制聚集来做 不过我是觉得录制聚集 它的程式会非常的多 可能录下来可能要 二三十行跑不掉 可是如果你用VBA直接撰写的话 其实程式呢 只有六行 两个回圈加四个栏位 就完成 那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前面好像有做过类似的 e 一样是for i 等于二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一个ness 这个应该没问题 再来就是 B栏的东西 我要能够输出的话 特别最后 这个后面呢 其实是怎么样 把 公式 直接贴过来而已 但是贴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1 B栏的东西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呢 记得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它切过来 不过你现在没办法点为什么 因为你游标还在这里面 记得按取消 因为蛮多同学呢都忘了 把它取消 把它贴上 不过贴上的话呢 你现在直接执行会怎么样 它的几率全部都是 指向 1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我需要什么 下一个的话应该变成A A2下一个应该变A3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A2 下一个就A3 A4 那也就是说呢 会变动的这个数字 基本上你就要把它改成A 意思就是会跟着变动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 就把这边有没有 会变动这个数字 这个地方 那加上A前面讲过蛮多的吧 你就被口诀算 比较快 双引号双引号 一到中间 endend再一到中间 加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end前后 请你把它空白 因为它规矩是这样的 反正固定 这个我想我们做了很多遍了 如果你这篇不熟 回去自己再看一下影片 我记得讲了好几次 那底下一样 那个102一样 所以我就不赘述了 应该是两个双引号 你把它贴上 只要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2的部分 你就是怎么样 放个RI进来 当然前面如果做过的话 比较聪明的做法 你把它复制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2 贴上盖过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2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盖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多一个这个end没有 end没有 好像有点太多余了 所以其实因为后面没有东西了 那你干嘛再多一个end没有 那就是直接不要end也不要没有不就好了 直接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2 放在c的后面不就好了 OK所以特别注意 我的那个云端上面的城市是没有后面这个 但不过你假设啦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留着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如果你 留着 感觉好像有点多余啦 OK 好 那这样子串出来就是说 他基本上反正就是把那个 这个 假设第一次2 2过来的话 他就是 原来是数字的2 过来到这边的话 他如果看到end他就自动会帮你加 双引号 然后再跟 b串在一起 所以把2放进来 这样的话呢 就是b2 然后再串什么 串一个c 再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2进来 所以最后的结果啦 看到的就是 会类似像 如果你输出的结果 就类似像b2加c2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只是说中间的数字会一直不断变动 2变3 3变4 因为上面这边我们会有个回圈 OK 所以把这个给做出来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 基本上就完成我们刚刚的这个部分 好 那底下也是这样 rank rank部分这边也是一样把它改完 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做出一键丸子 一样做 那个按钮 按下 清除嘛 然后再来就是 输出 OK 这样就可以一键完成 怎么样 我们有四个栏位的公式 那这个地方当然 里面只是动态的丢什么 丢公式进来 所以有四个栏位 那再来的话 前面两个是 输出 然后清除 再来 会多讲一个格式化 我们刚刚是利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做 新增规则 可是呢 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 不要用 刚刚的那个格 我要 我要用VBA写的话 要怎么写 其实基本上 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我按下去 你会发现 这边会自动帮我格式 那规则的话基本上也是 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写法都跟前面一样 那我们一样会需要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条件的话应该是 条件在依然 所以if Sales I 列的依然 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把 我的 A 栏的地方 做格式化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写的还蛮多的 类似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for I 一样 这个跟范围跟刚刚一样 如果什么呢 我的一栏 这边需要 一栏指的是这个储存 这一栏 如果一栏的 那个资料 调过来比对一下 如果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格式化A栏 有没有 这个道理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的字的颜色 改成红色 这边的话呢 就Fone Color RGB 我前面讲过 这个好像前面都有了 颜色变更 跟底色变更 前面都有讲过 那我只是把它拿来参考 所以如果你忘记的话 记得应该可以参考那个第2单元 逻辑函数里面应该有提到这部分 那清除的话呢 就是把颜色改为黑色 然后呢 底色呢 改为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是加格式 这个地方是清除 那一样我把它怎么样 做成那个按钮 直接一键就可以完成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最重要的 前期名 前期名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的逻辑是 For I 一样 从第2列到最下面列 有没有 如果这个里面的号码 不是这个号码 应该是 判断应该是这边 如果这边的 号码假如 是小于等于 7的话 那我就把 A栏的资料 搬到 F栏的 第2列 就是第1次是第2列 可是第2次的话应该向下 变第3列 第4列 第5列 有没有 你必须要能够 往下跳动 哎 那要怎么做 我先把结果demo一下 按下去 自动带过来 特别是这个其实工作上还蛮多地方会用上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要抓你要的资料到另外一个地方 常常有同学问 其实 你工作里面不外乎就是把对的资料放在另外的地方 其他那个原始资料那就不要管他了 那么多谁 谁会去从头到尾看 你只要把对的资料搬过来就好了 那对的资料怎么搬过来 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学起来 那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 这个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把 前面 这 四个按钮 试着做做看 做这个程式码 一样我有放在云端上面 那真的还是要 试着做做看 那 总共四段 等一下再来看这个 前七名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小了 OK 8 7